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慢旅行出发 首先带您看到的是 县府最近推动富山渔业资源保育区 维护管理自治条例 而日前在县议会第一会议是举行了公厅会 也针对扩大保育区域的部分 受到大部分当地村民还有保育委员会的反对 经过来回攻防 终于双方获得了共识 保育区域仍然是维持现有的核心区 经过逐条审查 有些部分条文需要做征修 而在赤同部落将会再召开一次公厅会 听取主人的意见 后续经过县府农业处整理与修订后 将择其交付议会议读 日前在县议会第一会议是举行公厅会 县府提出富山渔业资源保育区 维护管理自治条例出稿 进行逐条审查 以后这部议区赋予还是你们收费 收费不能给你们收费 这些费用还是留在你们这些资质条例里面 你们这些脑股够高的 这样来我们才有医计 定这个资质条例才有医计 我们将省政府一定很乐意的接受各位的意见 他回去会修正 其实以后从来议会来 我想这个难得马克思人各位 就不要保育 就把他讲出来好不好 会中针对扩大保育区域部分 收到大部分当地村民与保育委员会反对 审查过程一度终止 所以我既然是为地方上的村长 我要达到我村民的意见 就是说你们所称的 有细使用难题这一点 我代表富山村多数的村民反对 所以你刚才讲是第三条吗 没有问题 等一下第三条 等一下那个一眼写的时候 我们把第三条 那个村长的意见写在里面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来回工坊 最后决议保育区仍然维持目前的核心区 不做变动 才让逐条审查顺利进行 所以管理知识条例 目前所要规范的部分是 现有的保护区的部分 就是已经现行有保护有成的 这个保护区的部分 不包括到遗产这个部分 后续将在赤同部落 再召开一次公厅会 听取当地主人意见 整体会诊后 县府农业处进行条文征修改 则其送交 议会议读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市报导 县府101年在台东大学台东校区 成立了第一间公司协力拖银中心之后 深受家长们的肯定 由鉴于公布应求的需求量 县府积极向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申请经费 终于完成了建制第二站 而且在5号上午举行了街牌启用仪式 以评价优质的服务 不论是在弱势或者是年轻的家庭 在照顾者的压力都能够适当的输解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自主意识抬头 加上晚婚或是不婚 导致少子化 为了让年轻或者是弱势的家庭 在照顾减轻育婴的压力 台东县政府自101年成立第一间的 公司协力拖银中心之后 以平价优质的服务 深受家长们的信赖和肯定 但名额有限 许多家长都还要登记后补 有鉴于此 县府积极向卫生服务部 争取经费 终于完成设置了第二站 5号上午举行的街牌启用仪式 街牌启用 请街牌 掌声鼓励 我想年轻的爸爸妈妈不生小孩 一定有很多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 如果真的我们要鼓励他们 多生小孩的话 一定要能够也帮助他们 解决一些他们所忧虑的这个问题 当然有一些是从经济上面 所以我们努力的发展我们的产业 这个教育的环境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因为好多的爸爸妈妈 因为现在要赚钱 那小朋友 现在有很多的外面的保姆 有时候一个人雇好几个 能够透过老师专业的这个咨询 以及专业的团队来为爸爸妈妈减轻您的压力 因为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未来 相信我们托婴不只照顾到我们未来的孩子 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我相信可以跟深入县长讲过的 在这个同时也让我们家长 他们在你们幼教老师的 专业的指导之下 你们可获得保贵的 我们一些照顾孩子的一些知识 建阁有这个机会的话 也全力配合我们县长市长 跟我们议长 跟我们主席 跟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议员 一起支持我们所有小海豚 托婴中心的各项工作 县长黄建廷表示 少此话已经是一项国安问题 如何让年轻夫妻原以生产 是政府积极要面对的课题 建府除了招商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之外 未来将推动两项社会福利政策 就是新建提供平价住任的社会住宅 以及新建平价住宅 希望可以减轻买屋贷款的压力 我们马上要做 两个很重要的案子 一个是社会住宅 低点的价钱的租金 提供给比较需要我们特别去帮忙的家庭 另外一个案子 我们也 其实这个都跟住有关系 我们开始准备要推出 这个平价的住宅 比方说 200多万 300万 那是公寓室的 希望因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帮助到一些家庭 然后让大家可以放心 可以喘口气 可以努力打拼他们自己的事业 评价优质公司协力拖婴中心 可以增进对弱势家庭 幼儿照顾和协助 提供拖育服务以及疏解 幼童照顾者的压力 鼓励年轻的县民能够多多生育 县福也会积极营造一个让婴儿 能够快乐安全成长的地方 以及优质友善拖育服务的环境 东台新闻 陈敬雄台东市参谎报道 议会定期会工作分组审查议程 有议员在咨询过程中 提到有民众反应 这个民宿如果卖给他人 产权顺利移转之后 原来合法民宿的牌照会进行注销 无法适用于新的产权所有人 而想要继续经营民宿 还得重新申请登记牌照 认为管理处这样的做法 根本就是扰民 议会定期会工作分组审查议程 议员黄瑞华首先登记咨询 针对民宿管理的部分提出质疑 历史当地的使用 土地使用的管制 还有建筑物使用的规范 来转售他人 那新买族要营业 是不是要重新来申请 我们民宿的登记证 以及专用标志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们必须是你的使用人 跟你营业的人 是必须是同一个人 对于原来合法民宿的建物 经过转卖 已转到新的产权人 原来的民宿牌照得注销 想要继续经营民宿 新的屋主还得重新申请 合法民宿牌照 让议员觉得根本就是扰民 你们是不便宜的 这种不便宜的政策 是指你们自己想的 你那个民宿要转手的话 并不能说 我直接要转给别人就可以 因为你已经不住在那边的话 你必须要有新的居住者 来重新提出申请 有民宿规定吗 有 因为民宿管理办法就是规定是 我都很奇怪的事情 是不是要辨民措施呢 你们既然有这种做法 受盈了 是不是这样 管理处仍然坚持 有意经营民宿的业者 还是得依相关规定提出申请 完成所有行政流程 取得合法经营许可后 才能够营业 东代新闻张家伟 台中市报道 天气虽然转凉 东北季风一波接着一波 不过东海岸的盛事 却是相当的热情 因为其余季还有其成节 一连两个周末接力来报道 而另外还有其余成功 慢旅行的活动 结合在地40多家的店家 推出活动护照 12月6号前 每周六跟每周日呢 都会推出海上飙骑鱼 还有小镇导览 手作骑乘甜点 等丰富的活动 欢迎民众到东海岸来做客 11月来台东要干嘛 就是要来慢旅行到成功啊 不然要干嘛 每年11月当东北季风吹起时 正是台东骑鱼最肥美风鱼的季节 也是肚脐干盛场期 台东县政府特别整合成功镇 两大重要经济作物 骑鱼和骑城 推出一系列的体验 以及美食饗宴活动 并在4号召开记者会 为活动拉开序幕 这波活动另推出慢旅行 结合在地40多个店家 管社推出活动护照 使用期限到明年的1月底 12月6号以前 每周六日 另推出海上飙骑鱼小镇导览 进入秋冬的东海岸 活动相当热闹 在秋末 然后即将要入冬 要立冬的这个季节的时候 我们的很重要的地方 上面的活动 这个季节特别好吃 所以实际上 这两样我们的 包括地产或者农产 以及是我们地方上面的一个 地方的文化也好 或者是产业的这样的活动 不见得完全着眼在 这两个产品的促销 但是我们却很期待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让更多的人到我们的海岸线 来观光 来消费 来更多的认识我们 我们非常的开心 我们希望台东的鲫鱼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产业 吃过的人都觉得它比黑鲫鱼还要好吃 而且这几年 渐渐的在农业处跟成功证 大家的推广之下 已经渐渐的打开支离度了 我们希望借着大家的力量 我们再推广出去 那么现在的旅游方式 可以讲 从以前那种大山大水 到深度旅游 现在是流行 所以是慢旅行 所以东南处在成功 也有推出成功小镇到来 也就是介绍其余 然后还有赏金屯的活动 再结合我们这个旗宾 可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配合各种体验以及导览活动 以慢旅行的概念 推广11月至1月东海岸观光 除了要让民众了解 其余加其成等于成功好滋味的印象之外 更能将成功证的丰富历史 与人文风情串联起来 成为淡季观光的一条新游城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参访报道 喜爱日本旅游的民众 一定都会到访日本神社 而在台东 过去的日本移民村就在龙田 龙田村民呢 就极力保护 从日剧时代遗留下来的 鹿野神社的基坛 经过了84年呢 村民迎迎期盼 原地重建了鹿野神社 鹿野厢公所呢 也提案给众管处来共同研绎 这个打造鹿野厢深度旅游 重现移民村的历史风貌 带您一起来看看 鸟居 餐道 灯笼 石阶 古色古香的神社本店 由檜木搭建而成 三角形的屋顶搭配前方的 木纹色栅栏 仿佛就置身在日本 而这是台东龙田的鹿野神社 日治时期 龙田村就是日本的移民村 而鹿野神社在1923年初建立 成为当地的信仰中心 1931年迁移到现在的位置 昆慈庙旁 国民政府来台以后将神社拆除 只留下了底部的基坛 龙田村的村民对日式建筑都极为保护 吸引许多观光客及新移民 村民一直保护着景存的神社基坛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让神社重现 鹿野厢公所和龙田的村民以及 纵管处合作决定以历史复原的手法 重建 销市已经有84年的鹿野神社 龙田地区鹿野地区的乡民 他们对于历史留下的任何的建筑物 任何的设施 他们都认为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他们也都非常用心努力的维护跟管理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经由地方的建议 建议到鹿野厢公所 厢公所来提案跟花工这股管理处 来共同研究 我们如何能够来恢复鹿野神社的原貌 展造它原来的历史风貌 让它们重现 所以我们就跟鹿野厢公所达成一个合作 因为这块土地是厢公所的财产 所以厢公所也经过我们代表会 全体的同意 愿意提供让我们来进行施工整建 整建后再请公所这边 他们愿意他们来进这个就是管理 维养的这些相关的后期工作 在春明长久的继盼下 鹿野神社重建之路也颇为绵长 为了还原历史的原貌 纵管处委托了顾问公司 进行长达三年的历史考据 规划设计及兼造 神社的工法有其特殊性 还必须携请拥有修建神社证照的 专业专门的日本匠师称为工大工 与台湾专业的木工匠师傅进行台日合作 鹿野神社所以成为全台湾第一座原地重建的日本神社 因为在日本他们对神社的修复的工匠 非常非常的要求 所以在日本能够修复这个神社的 他们的名称叫做工大工 找到日本有一个雪口社长 因为雪口社长是日本这个登记 有按了这个古基修复神社修复的一个公司 那他们叫做社 所以透过他们也指派了两位工大工 然后从日本把我们这一次这个神社主要的木头是日本 这个块木 台湾这个秋军村 这个老板所领导的工单 跟日本工大工的工单 共同合作 整修的台湾第一座神社 所以意义彗凡 鹿野神社在日剧时代 举凡重要的时刻 如相亲、好事、怀孕、结婚、征召入伍等 都会到神社来参拜祈求平安顺利 由于对大自然的崇敬 神社就是神灵居住的地方 也是敬神的所在地 负责兼造的中野环境造型顾问公司郭忠端告诉我们 鹿野神社属于自然神 也就是保护这一块土地的神 神社里面其实并没有供奉任何的神指佛像 有的只是一面镜子 所以拜的就是我们自己 诸事返求诸己 自我反省、自我解释 而自然神会保护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居民 平安健康、物产丰隆 那时候住在村子里的婆婆 住在村子里的婆婆 微微倒着记忆中过去村子和鹿野神社的模样 神社所在地也是正言法师曾经到过修行的一站 往昔已成回忆 如今许多的新移民选择龙田落脚 而重建的鹿野神社将再现龙田移民村的历史风貌 热气球、飞行散、台东的深度旅游再创新亮点鹿野神社 东台新闻温格采访报导 智障者家长总会每两年都会举办一次的全国亲子运动大会 11月14号到15号将在台东体中盛大展开 而这次是由台东智协主办 特别和台湾美化协会合作 在活动前呢 号召职工作环境的清洁 希望参与这次的亲子运动会 全国智协的小朋友跟家长有一个舒适的运动场所 还有环境 到时也欢迎台东相亲 11月14号到15号到现场为小朋友加油打气 智障者家长总会 每两年都会举办一次全国亲子运动大会 而今年已迈入第十届 将由台东智障者协会承办 为了让来自全国的智协朋友们 能有个舒适的运动场所和环境 特别和台湾美化协会合作 在活动前号召志工做环境清洁 希望爱心的民众加入 因为我们因应11月14、15号 我们协会要在体中办一个全国的亲子运动大会 那美化协会这边非常感谢他们 就是说在运动会的当天要帮我们清扫厕所 让所有来使用来参加的人 有一个很舒适很干净的一个用测的空间 此次智障者家长总会办理的全国亲子运动大会 11月14号到15号102天将在台东体中展开 台东智障表示 欢迎台东的乡亲到现场为小朋友加油打气 智障者家长总会 他每两年会办一次运动大会 就是全国的亲子运动大会 那今年是第十届 刚好在台东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那也希望说11月14号15号这两天 欢迎台东的乡亲朋友 来共襄盛举 能够来看看我们心智障碍的孩子 在运动赛事上面的努力跟他们的成果 虽然只是简单的清扫动作 但从中可以体验人生的哲学 就像运动家的精神 遇到困难都能够超越 除此之外 让自协的学生对这次的活动 有认同以及参与感 全国参与亲子运动会的朋友 对台东能有美好的印象 东南新闻的陈金雄林婉珍 台东市参观报导 台东市也未退休的英文老师 五年前朋友送他一个实例树的种子 因为又像栗子 然后又像石头的造型 让他非常的喜爱 因此对收集种子有了兴趣 五年来收集了不同植物的种子 有些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它的名称 而究竟在这个种子里面有什么样的魅力 让它可以在客厅中摆设超过 100种以上的植物种子 带您一起来看看 那它真的就很硬 硬度非常的高 就像石头一样 所以从此以后我就爱上种子 拿着手中朋友送给自己的实例 让他展开了他与种子的美丽缘分 这份热情让他搜集种子成迷 在自家的客厅里头 每个角落每个摆设 处处看得见植物的种子 为什么叫沙盒 因为它的种子藏在里面 那你摇起来 它里面会有沙沙沙的声音 那它比较难得见是因为 第一个台湾比较不常见到它 再来它的保存不容易 因为它通常在树上 就是成熟以后它会就裂开 因为它传播的模式就是裂开以后 种子就四处飞这样子 在这里的每个小豆子包括松果 香丝豆 索罗木 棕榈 沙河树 或是斗壳类 蜂梅类等等的植物种子 许多在台湾 随处可见 随手可得 而有些却是稀有少见 在经过掉落干燥之后 呈现的自然样貌 却让它们变得更猛幻 变得更可爱 真的很普遍 可是呢 它真的看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企鹅 三组 对 可是这三组不同的种子 卷斗粒 然后呢 你摸摸看 它就像一个毛毛的帽子 有没有 对啊 然后它就 它的种子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它的种子是这样子套在一起的 对 然后成熟的时候呢 就会分开 对 像这个旅人椒 它真的 它打开以后 它就是这个天然的蓝 而且就是很让人感动 一看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美的蓝色 这样子 像旅人椒 其实大部分的公园 你都可以看得到 嘿 我们台东的森林公园也有 呃 像这个 所谓的台湾索罗木 好 它的横切面也是很漂亮 那这个也是啊 我们台东的史前博物馆 就有了 哦 对对对 像这盘炸虾 一盘放上去就是一盘炸虾 可是其实它是松果 我们常常看到的松果 对 就是这个松果 松鼠啃完以后剩下的 我觉得剪种子 收集种子 是一种缘分 因为它要季节对了 然后成熟了 刚好掉下来了 然后就被我遇见了 五年来收集将近两百种 不同种类的种子 两百个不一样的心情 都是从这些小豆子上 种出来的美丽缘分 新东的您 不妨多接近大自然 也许在对的季节 在对的时间 就会遇见不一样的惊奇 东台新闻 关心气象方面的资讯 秋老虎发威 从5号起到周日 台北还有西半部高温 上看摄氏32度 而下周一起 东北风会增强 北部的气温 也会烧降 会有短暂雨 而会别湿冷的天气呢 太平洋高压增强 全台的天气都比较稳定 北部还有西半部 都是青石多云 高温可达32度 东半部的高温 也有28-30度 各地清晨低温 大约是22-24度 所以建议民众 短袖的衣物 千万别收起来 关心台东县各乡镇市的 天气概况 台东市与边南乡 22-30度 中午地区 19-30度 南回地区 21-30度 海线部分 23-31度 离岛部分 22-29度左右 关心农民地的资讯 国历11月6号 当天是农历的9月25号 日松鼠龙 16岁还有76岁的朋友 当天适合纳采、定盟、嫁娶、祭祀 比较不适合动土、破土、还有安葬 及时落在了子、丑、城、四 这四个时程 看到星座方面的运势 本月主打星是水象星座的天蝎座 而当天您的贵人星座是火象的射手座 星云数字为零 不过整体运势属于不佳状况 只有一颗星 看看您当天的整体运解析 与另外一半容易发生冲突 言语过于激烈 会使矛盾更加激化 只要有一方退让便有收藏的余地 而在财运上可能比较不好 即使是费尽心思寻找身材之道 可能也会徒劳武功 而建议您在家收看财新报导 反而会有收获 连简单的工作 有可能有做不来的感觉 建议您干脆给自己放一个假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与您分享一则例子小语 周围一切的事物如果用心去观察 它将会成为好心情的基础 以上生活情报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关心台东大小市请锁定何时频道 我是家威我们下次再会 每一天每一刻追求完美理想 东海新闻何时台 你我一路相伴 一起成长 你不想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